欢迎和感谢大家来到我的视频 我的邻居张伟病了 无论是上班的时候还是在家休息的时候 老是觉得胃不舒服 有时感觉到嘶嘶啦啦的疼也有一段时间了 最近尤其是特别没有食欲 就连最喜欢吃的红烧鱼也一点没胃口 所以他虽然工作很忙 还是抽时间去看了医生 医生说需要做一个胃镜检查 通过胃镜来看一看胃究竟有怎样的问题 张伟虽然对胃镜检查这个词一点也不陌生 可是他自己还从来没有做过呀 他很担心害怕 心想我无非就是个胃疼嘛 你就给我开点药不就行了嘛 医生说胃不舒服 胃疼没有食欲 可能是炎症 也可能是胃粘膜的糜烂 或者溃疡 甚至是胃癌呢 所以要早点发现 以免病情进展 在做胃镜的时候 也可以把发现的早期的 癌病变除掉和根治 张伟听了医生的解释 心里拒绝的那种感觉 放下了不少 可还是谨慎地问医生 做胃镜 最大最多的副作用是什么呢 医生就从包括检查前 为了让病人安心 少一点痛苦 要服用的阵痛药 阵静药 包括给猴头的局部麻醉药 可能带来的过敏 都一一给张伟做了解释 对于胃镜检查中 虽然属于呕发 但是也有可能发生的 出血 穿孔 也给张伟做了解释 张伟这下心里量很多了 预约的星期一到 张伟就到医院来 接受胃镜检查 并且同意 如果发现有异常病变 就让医生在胃镜下 把它除掉 根治 以防后患 医生检查用的胃镜 是奥林帕斯公司生产的 它的头部 有一个帮助看清胃力情况的 小镜头 一个在需要把胃蓬笼起来的时候 送气用的口 还有一个照明用的小灯 这个口呢 是根据检查需要 可以替换手术器械的 可以放切除用的手术刀 也可以放把病变套住 再提起来的小圈 也可以是用来止血用的小钳子 医生把胃镜 其实就是一个不到一厘米粗的细细的管子 从张伟的嘴里 慢慢地下到胃里 胃像一个带子 这个带子的壁呢挺厚的 是个四层结构 就是黏膜层 黏膜下层 固有基层 以及胶膜层 医生慢慢地移动着胃镜的头部 仔细探查黏膜表面 在胃底部 果然发现了一处 微微隆起的发红的病变的地方 范围很小 也比较表浅 大约一个厘米左右 医生慢慢地 往黏膜下层 打了一点生理盐水 让它鼓起来 再用这个小圈 把它套住 提起来 勒紧 再用电刀 把它切下来 最后用小夹子回收 把它送到病理科 在显微镜下 让医生看看病变的组织细胞 是炎症还是癌症 医生继续慢慢地 用胃镜的镜头 仔细探查胃黏膜 看到有点异常的地方 还会撒上一点颜料 让凸起或者是凹陷的部分 看得更清楚 镜头一点一点地移动 在胃底部 果然又发现了一处 周边微微地隆起 中心部 却凹下去的一块病变 这一块比刚才去除的那块 还要大一点 不过还好 没有超过两厘米 医生换上另一个 有个小勾的手术刀 先在病变周围 划出一个界限 然后往粘膜下层 打了药水 把它蓬拢起来 再用这个带勾的手术刀 慢慢地把粘膜切开 再慢慢地把它剥离下来 再回收这块病变 也同样送到病理科 进一步让医生 在显微镜下 看看细胞的病变程度 病理科的病理医生 在显微镜下 看到第一块病变的地方 还好是个增生性的慢性炎症 可第二块 融起来的病变组织 就是一个高分化型的胃腺癌了 一般来说 癌细胞的分化度越高 恶性度越低 切除的这个边界呢 也很干净 整齐 周围的小血管 淋巴管里也很干净 没有发现癌细胞 深度呢 也没有超过粘膜下层 所以它属于早期胃癌 医生告诉张伟 这次微镜下的两个切除小手术 第一个是内窥镜下的 黏膜切除术 EMR 另一个是黏膜下层的玻璃术 也叫ESD 这两个手术呢 都很成功 像这样的内窥镜手术 不像一般的开刀手术 需要那么长的住院时间 恢复也比较快 可以减轻病人的心理身体 以及经济上的负担 而且更重要的是 可以及时发现 早期癌症的病变 在病变发展之前 赢得时间 并且得到及时的根治 如果你授予我的视频 请不要忘记为我点赞 订阅我的频道 并转发给家人和朋友们 如果你打开小铃铛 就可以在更新频道的第一时间 收到信息 也非常欢迎在我的视频下 给我留言 非常感谢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